这个专案的架构我大概说明一下 里面的话你会发现这边有一堆目录 这一堆目录到底要做什么用途的 那首先我直接用我们的 这个Hello World来看 那首先由上到下你会发现 第一个是Source 这个Source应该不用解采的就是里面 打开了一定会有个套件 这个是一个套件,套件里面会有个Java档 只有一个,那你说 能不能增加其他第二第三个呢 那当然也可以啊,你就直接在套件上按右键怎么样呢 新键什么呢 新键类别就好了 你就有第2个 第2个 Activity 其实他就是一个Java档案,实际上就是一个类别 那在那个Java里面 一个类别 当成一个单位,可是在Android里面他的 也是一个类别,可是呢,他的单位就是 Activity 这个Activity 那这个Activity简单讲起来就是做什么用途呢,其实就是控制那个 画面上面的 那些动作 比如说我们这个Activity里面写这些程式要做什么 其实写这些程式主要就是要 当使用者怎么样呢 他按下那个Button的时候 去处理就是 您按下按钮这个动作而已 那另外就怎么样呢,做一些连接动作 OK 再来的话Source之外,这边有个叫什么 叫做General General 这个General的这个GEN的这个 里面各位可以放,可以看一下 打开来之后的话,主要是这个 那你会想说 老师前面有一个R,这个R值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R值的就是 这个General里面的这个东西 这里面的东西,它也是一个类别 那这个类别呢,主要做什么用途呢,实际上呢 主要你打开来看一下 他就是登记什么呢,登记我们画面上面会用到的这相关的元件,比如说Button 后面的话会给他一个常数 就是一个Int,一个整数啦,一个整数,16进位的一个整数 然后还有Layout 还有T01 那这个部分你会想说,那这个地方怎么产生的 实际上特别主要 Android它自己产生的,所以呢 千万不要去跟动它 没事的话也不要打开它 甚至你可以把它当 它存在,可是你不要去修改它,很多人想说 为什么R的东西不见了,那自己改一改,改一改,你看这个专案可能就毁掉了 为什么,因为它这里面的东西是自动产生,自动连结的 千万没事不要乱改 只要你有 在画面上 给它一个新的元件,然后并且做Safe的动作 它就自动会写到这边来了,自动写入的 OK,所以这里的话尽量 没事的话不要去变更它 你大概知道说有这东西就可以了,把它关闭 那其他的话还有Android的版本,这里面的话